同时像你的直肠炎就是湿热 湿热下肤引起的直肠炎 而胃炎也是湿热造成的 我们所采用的方式就是方向化湿 方向化湿 清热立湿就可以了 现在感觉哪里最不舒服 就是肠胃总是一直就不舒服 就吃了饭就不舒服 为啥吃完疼吗 吃了辣疼 也有胀疼吗 嗯 做的那个胃镜是不是有胃炎 是吗 嗯 还有脂肠炎 脂肠炎 嗯 就有后坠的感觉 嗯 炸的 对 有那个肛门镜往下坠着腾的 嗯 当时你做肠镜的时候就是冲水水肿 还是有病 他没说有水肿啥的 就是说脂肠炎 肠内还有吸热物呢 做了吗他给你 没有 他说小 没啥 没啥 没啥问题 嗯 一会给你加点那个红糖白酱 加点 金桥呢 炭了 剥了半碗下 到碗上了 就冻酒 膝盖一下 嗯 膝盖一下 这个呢就是洋芋 而不是洋芋 啊 你这个啊 你的蛇呢是暗红的 有点紫 就是没有血鱼 没有血鱼 现在咱们脚走道都疼 就从床下来或者车上下来 走道俩脚都疼 你敢说脚会疼吗 整个脚掌全疼 嗯 脚面都疼 这还是用血鱼造成 嗯 小样 黄 有半年 嗯 这就是湿热 嗯 舌头膩 还有薄黄 这叫鱼点 整体来看还是湿热的 湿热组织气机 气机不顺 才导致这些疾病 你看气质以后呢 引起了淤血 淤血稍微有一点啊 同时呢 你像你的这个直肠炎呢 就是湿热 嗯 湿热下肚 引起了直肠炎 而胃炎呢 也是湿热造成的 我们所采用的方式呢 就是方向化湿 方向化主 清热力湿就可以了